企德区上周有瞩目新盘以低价推出 吸引了市场的关注和二手房市场的购买力 二手房市场的买卖气氛转弱 综合每年分行资料 过去一周全港35个大型乌院和公路的36宗成交 按周减少于两成并创彻辣后的新低 如果按照港岛、九龙、新界三区来划分这35个乌院 三区的成交量都下跌 以港岛区跌幅较大 上周路的七宗成交按周减少约46% 九龙区和新界区上周分别路15宗和14宗成交 按周同样减少超过一成